经济不统计 6月餐饮零售业等内需产业 营业额减幅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会不会随着7月27号降级之后看到曙光呢 如今习政院长苏贞昌定调 防疫 生计大家一起来顾 振兴计划续事待发 先前更强调三倍券的成功 让政府更有经验 台经院就表示 政府如果选择不普发现金 而是能够有效的带动消费的振兴措施 后续五个月还有机会抢救台湾的内需市场 7月27号全国警戒降到二级 餐饮零售业终于盼到曙光 防疫 生计跟健康 希望大家一起兼顾 行政院长苏贞昌定调 要防疫也要顾生计 向两者兼顾除了降级外 也要提早准备 去年三倍券的成功 让我们更有经验 我们一定会做更好的准备 苏葵再次丢出三倍券话题 看看过去两个月三级警戒 内需产业惨到不行 以经济部统计处最新数据来看 六月餐饮业年减快四成的营业额 零售业也年减超过13%的营业额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振兴票券其实会比普发现金 对于拉台经济成长的效果会更显著 它可能会规定就是不能早连 所以会诱发额外的这种消费 台经院认为警戒降级 对内需产业绝对是好机会 如果政府祭出振兴措施 以台湾的消费力来看 接下来五个月有望救起内需产业 另外虽然内需产业受到冲击 但台经院预估 今年政府的振兴力道会比去年更强 加上制造业出口续创新高 除了上修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到5.4% 摩根士丹利证券也上修到6.6% 就看接下来政府怎么出手 防疫生计一起雇 华世新闻罗里云黄兆盛 台北报道